所以在反奸防特这个问题上 我们中国有一项独特的法宝 那就是人民战争 通过发动群众来警惕发现和举报潜伏特务 举报那些被境外情报机构策反的大陆公民 效果非常明显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包明硕 今天的话题是打一场反奸防特的人民战争 为什么让境外的反华势力暴跳如雷 10月18号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就是CNN表示 中国的宣传机器正在加强人民战争 以抓捕美国间谍 CNN为此指责说这是民族主义盛情 打压西方价值观 甚至引发政治迫害 这真是岂有此理 难不成中国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也不对了吗 这个问题与人民战争这个概念 有直接的关系 间谍与反间谍斗争 一般被称为隐蔽战线 而反间谍人民战争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是境外的间谍机构非常非常害怕的 这也是我们国家的独门秘籍 从间谍活动的角度来说 外国情报机构在某个国家收买潜伏特务 并不一定是要在政府或者是国防工业的体制之内 老怕是一个身份丝毫不起眼的人物 也具有收买的价值 根据国外情报机构的统计 间谍机构95%的信息来源都是公开的 只有5%的情报是从秘密渠道获得 这95%的公开信息 用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词汇来讲 也就是所谓的开源情报 开源情报呢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收集的 各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和语言习惯 只有从小在一个国家长大 并且一直在这里生活的人 才懂得如何去理解政府文献 和公开资料中的很多信息 才能够从蛛丝马迹当中汇总出重要的情报 外国人来从事这样的工作 往往绞尽脑汁 也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对于中国这种发展迅速日新月异的国家来说 哪怕是成年以后出国的人 只要几年时间不回国 很快就会陷入目不着头脑的境地 另外这些被收买和策反的普通人 还可以起到另外一种外国特务 很难发挥的作用 那就是经常出没在军事基地 或者是要害部门的附近 或者是用拍摄的办法 或者是用漠视加记录的办法 把这些要害部门的日常活动规律收理出来 这样的潜伏特务 一般来说是非常难以发现的 往往又等到他们的上线 或者是下线被捕获之后 才能够顺腾目挂 但是在这个周期里 他们可能已经给国家安全 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 在国家安全机关近些年 公布的案例当中 这种情况已经不在少数了 能够真正发现一个人不正常的 一定是对他比较熟悉的人 所以在反监防特这个问题上 我们中国有一项独特的法宝 那就是人民战争 通过发动群众来警惕发现和举报潜伏特务 举报那些被境外情报机构测反的大陆公民 效果非常明显 如果一个人平常有不正常的言行 比如说喜欢苏吉和自己的工作 学习生活没什么关系的军阵信息 对于党政机关的内部出版物 或者是解放军的装备体制调动 驻扎情况有一乎寻常的热情 而且生活的开销 或者收入不相符合 那么这样的人就很可能是受到了境外间谍机关的收买 近些年来被反间谍机关查获的潜伏间谍当中 几乎都有这么一个特点 也就是花的比真的多 而且说不清钱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只有发动群众才能充分的发现这样的不正常的人物 另外还有一部分潜伏特务 不但承担着情报苏集工作 还要负责在大陆的网络上扇风点火 引起和激化社会矛盾 这样的人如果仅仅依靠国家安全机关的发现和抓捕 消耗的资源也会非常的大 但是如果靠群众性的反间谍运动 来发现和抓捕 效果那也是非常明显的 最近几年国家安全机关已经通过群众的举报 抓到了不少类似的特务 并且对举报人进行了奖励 因此外国媒体对中国群众性反间谍合同的抹黑和指责 正说明了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 人民的国家要靠全体人民的守卫 访华势力越是暴跳如雷 就越是说明我们的成绩越大 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